这就是灌篮作为国内首当以篮球为主题的综艺真人秀于昨天正式开播,嘉宾阵容更是堪称豪华,周杰伦,李一峰,CBA郭艾伦,NBA林舒豪四大明星助阵,并且众多篮球爱好者和民间高手参加,也成为一道男性荷尔蒙,爆棚的综艺节目。 而这就是灌篮以台网联播模式进行,其中,作为上新综艺更是很好的诠释了新速结合,不再以明星作为看点,首期节目几乎看点都被素人占据,反而是缩小了明星的影响力。 这也是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道综艺节目,而首期节目中,单挑三V三观篮都有上演,更看到了很多厉害的民间高手。 而在单挑比赛中,一位实力较高的民间高手,选了一位比较弱的篮球爱好者,一开始都认为比赛没有任何悬念,简直就是青铜队王者的局面,但在最后却爆出了大冷门,绝对半杀更是嗨翻全场。 不仅如此,在其他比赛中,各种罚传以及绝杀和精彩灌篮更是多次上演,将观众看得热血沸腾,首期节目播出之后,口碑堪冲炸裂,网友们几乎都打出五星好评,尊飞期待下期节目。 大家如何评借这就是灌篮,期待下期节目吗? 喜欢小编的文章欢迎关注,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